土耳其頂尖的國立大學 海峽大學 最近發生學潮 海峽大學學生因為不滿 總統埃爾多安片面任命了 校長人選 從上個月爆發抗爭至今 上月底又發生抗議學生 將彩虹旗元素加入清真寺海報 而遭到逮捕 也引發更大的反彈浪潮 土耳其一絲談保的大學生 高喊口號 抗議總統埃爾多安 日前只透過一道總統命令 就片面任命涉嫌論文抄襲 在他們眼中不合格的人選布魯 作為國內頂尖國立大學 海峽大學的校長 緊接著又發生四名抗議學生 因為設計賣家大清真寺海報 加入象徵包容性少數 彩虹旗元素 被控涉及煽動仇恨 及侮辱宗教價值 上月三十號在海峽大學被逮捕 學生的不滿情緒被拉到最高點 整起事件越演越烈 警方與抗議學生嚴重衝突 發射催淚瓦斯 驅散並逮捕群眾 同性戀在土耳其並不違法 不過大眾輿論整體來說 趨向保守 性少數族群被歧視 騷擾的事件實有所聞 且近年當局加強打壓力道 連續五年禁止伊斯坦堡 同志遊行 二零二零年也因為疫情關係 順理成章無法舉辦 總統埃爾多安一號更是直接在 正義與發展黨的支持者面前演講時 痛批LGBT性少數族群蓄意搞破壞 內政部長索魯更是在推特批評 抗議的學生們是LGBT變態 對神聖的大清真寺造成侮辱 這項發言被推特官方標註為仇恨言論 公視新聞 林少茹變異